大家好,我是Amber,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的视频 也希望新来的朋友订阅和点赞 今天我就继续来讲一下我们在职场上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今天呢,我就想让我们的话题轻松一点 所以我会通过这个小故事呢,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当时的那种处境 我也非常喜欢有些观众给我的留言,就说在那种扭曲的年代 很多人的价值观简直是有很大的问题 他们不懂得踪踪人,不懂得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挣钱养家,这都是天进地义的,不是谁给我们施舍的 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当你得势的时候,不要去欺负人 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当然在你身处逆境的时候,也不要灰心丧气 一定要相信黑暗呢,会过去的 我觉得当时呢,我们确实呢,就感觉到 自己呢,身处在这种黑暗的乌庸的笼罩之下 但是我始终相信那句话 就是,上帝让你灭亡之前先让你疯狂 我们当时呢,企业的那种现状的确就是那个样子 好在呢,我真的抓住了机会在那种最失落的时候呢 我出去呢,开辟了我的第二职业 所以呢,后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呢 我心里是有底的 虽然我们这个部门长呢,整我,排挤我 但是呢,我不害怕 可是呢,有些人呢,不像我这样的心里有底气 我觉得他们的内心呢,非常非常的煎熬和挣扎 就比如说我们部门呢,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才能的一个年轻人 他的工作能力又强又能写 但是就是因为呢,得罪了我们的这个部门长 结果让他给发配到了车间 所以在车间待的那些年呢,他非常非常的压抑 他后来给我们讲,他就觉得他自己都好像得了忧郁症了一样 一直走不出来 他就觉得始终想不通,为什么他会被排挤下去 后来我们那个经理在拿掉我的权力以后呢 他就给自己配备了一个得力的干将 年轻,帅气 我们领导呢,一开始就特别的看好他 按理说呢,这样的一个人才呢,来到我们企业 最起码呢,你一个人事部经理呢 要给人家一个名分或者是副职呢,或者是一个主管呢 他什么都不给 他就把他呢,就和我们呢,安排在一个大的办公室里头 有一次呢,他就想带这个 带这个人呢,出差 我们都很好奇,我们领导的这个助手呢,会不会合他的意 结果呢,我们领导回来以后呢,对这个人呢,也特别失望 后来呢,我们领导又带了一个更年轻的小伙子,也出了一趟差 结果呢,回来以后这个小伙子悄悄跟我说 太可怕了,太受折磨了 因为我们领导呢,对他呢,就特别不满意 因为一个小伙子嘛,他也没有那么多经验,也不会照顾这个领导 领导很不高兴,差点呢,把他半途使了回来 后来我们领导又陆续又带了其他的人 每一个人呢,他都不满意 因为呢,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他确实操心很少 什么事情我都想得很周到 所以这些人呢,没有一个呢,让他觉得乘心满意的 后来呢,他又要求我跟他去出差 我记得也是出去要招收大学生吧 那一趟的时候,我们去兰州 我就买了火车的硬窝 我记得那天呢,天气特别冷 那个火车上又没有空调 一路上呢,冻着我们两个人呢,就卷缩在那个硬窝车厢里 我知道呢,他心里很不痛快 但是呢,我也不理他,我心想到 我现在呢,可以完全送着你的寓意 所以到了兰州的那个,兰州大学以后呢 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去布置会场 所以他知道我对他的态度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他也就想办法来治理我 有一次呢,他就派我去出差 因为他从来呢,不会派哪一个人呢,出去学习的 那一次呢,他就破天荒呢,他就拿来了一个文件 他说,这个地方呢,你要去学习 好像是关于继续教育的一个会议 而且那个会议呢,设在了浙江的湖州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 而且呢,南方呢,正是酷暑的世界 我知道他的目的,他就想把我知道那个最热的地方 而且呢,飞机呢,火车呢,也不会一下子直达的那个地方 就让我体验这一路上的颠簸 我心里早有底,我绝对不会去坐火车的 如果我回来呢,不报销火车票的话 他也会怀疑我的 所以我就做好了这一趟旅飞 我自己出的那种准备 我就买好了飞机票呢,飞到了杭州 然后就从杭州呢,坐了公共汽车到达了湖州 那次出差回来以后呢,我就迟迟的没有去报差旅费 后来我也不能这样吃亏呀 我就自己写了一个证明 证明我自己呢,在路途当中把火车票给弄丢了 我就找到了主管我们人事的一个副总经理 把这个字签了 他一看,我字都签了 他也没办法 他也就只能给我签字 然后把这趟的差旅费就给报销了 遇上这样的领导 我们部门呢,也出了很多的笑话 因为我们企业有一个十一层的大厦 有些行政部门呢,就是在一个楼层办公的 你像我们人力资源部呢,就和投资部和企业的工会呢,在一个楼层 就等于那三个部门呢,是在一个楼层办公的 离得都非常近 而且每个楼层呢,有一个卫生间共用的 当时我们人力资源部和我们这个人事经理加起来 一共七个人 六个人呢,是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的 我们部长呢,一个人站一个办公室 他就在我们人力资源部呢,推行了一个成会制度 每天早晨上班的时间一到 总点的时间一到 每个人呢,马上就要到他的办公室去开成会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必须提前十分钟二十分钟来 把办公室先打扫干净 然后呢,那个时间点呢,必须呢,要站在他的办公室里头 我们每天呢,都要忍受最长两个小时 最少半个小时的这种凶斥 好像是一种批斗会一样 最早呢,是我一个人坐在那做会议记录的 我们那个人事经理呢,就站在那双手插腰 大奖,特奖,邀我喝六 搞得这整个的楼层呢,都能够听得见 每次开完成会呢,我们回去到其他办公室呢 那些办公室的人就私私敲敲给我们说 我们都吓得不敢吭气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都不敢上厕所 所以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怎么就是这个样子的命用呀 就是同样的都是在一个楼层里头 我们却像二等公民一样 更可笑的是,我们人力资源部有三个男人 一个是主管,安全的 一个呢,就是那个他招来的那个笔杆子 另一个呢,更年轻一点的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呢,有一次成会结束以后的 搜了一趟就跑到了卫生间 出来他说,他内政已经呢,头上冒虚汗了 如果我们领导再不结束的话呢 他可能就要拉到裤子里边了 想一想,这种精神的折磨 对人的摧残是多么厉害 还有我们另外的两个男士呢 有时候他们头一天呢 假如说他们喝酒了,喝醉了 然后第二天呢,他们都是庸庸库的 所以我就看到他们就站在那,就是摇摇摆摆的 就感觉呢,好像是马上就要摔倒的样子 就是这样呢,每个人呢,都大气不敢出 就在那忍着,忍着他把话凶完了 我们才回到各自的办公桌前 开始了我们一天的工作 所以每次呢,我坐在那做记录 我就感到呢,非常的难受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呢,还坐在这 所有的人都站在那,我也觉得好不好意思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领导呢 可能实在再也忍不住了 一拍桌子说,站起来,不要再记录了 我一听,我觉得如释中复 我真的不想再记录他所讲的那些破事了 我真的也不想坐在那 一个人受那种特殊的待遇了 所以我心里很高兴 从此以后呢,我也就和大家站在一起 和大家能够呢,同甘共苦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 我就觉得这些人啊 人不报应,天报应 最后呢,终于企业倒台了 这些人呢 失去了他们的靠山 一个一个呢,灰溜溜的 都回家了 我们这个领导最后呢 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了 所以等他的那些靠山倒台了以后呢 他就提出内退 把他在企业的楼房也卖了 住的远远的远离了我们那个企业 我估计呢,没有人愿意再见到他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继续听我讲故事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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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